新競技時間 但您關心日本強陣是否會衝擊 晶片的供應鏈 傳出有台廠在當地的工廠受到波及了嗎 浩婷 謝謝新話觀眾朋友 台廠在當地的這個工廠 我們先關注 人平安了 那麼廠房跟設備又是如何 先來看看 牽動半導體市場的這一場的地震過後 我們台灣兩家的半導體廠說 的確有一度因為地震的關係 所以稍微停工 那麼後來已經陸續恢復了 波及道的廠商今天聚焦的就是環球晶了 環球晶今天股價掉7塊錢 新唐則是小漲0.5元 影響的評估部分也帶您來看看 環球晶半導體矽晶圓 他們是有做這件事情的 在日本的新系場 以及包括觀川廠受到了影響 但是後來檢查之後說 其實受到影響的設備是少的 現在比較對地震 震波並敏感的設備 已經恢復來運行了 那麼再來看到就是新唐 他們說影響到前段的晶圓廠 還有包括後段的封測廠 所以的確台灣的子公司工廠 在大陸受到地震影響 那麼會不會迎來轉單的效應呢 短期的效應 的確在大陸有做一個 被動元件的龍頭 叫做村田 他說其實好多的工廠 以及協力廠商 都是在正央附近 也受到了影響 當中最受矚目的 就是金澤廠了 他們做的這樣的一個零件 叫做表面聲波濾波器 你去想你的手機 以及車上用一些零件 他會要過濾雜訊 讓這個音質比較好的 就是村田的金澤廠生產的 海外合作的夥伴 我們台灣當然有 所以這間廠商台家說 他說如果說我們的日本 合作的夥伴有狀況 往來合作都是緊密的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會全力的配合客戶 所以這是日本石川強震 在半導體市場 帶來的影響 新話 而繼續關注2023的車市大發力 是掛牌數是否也創新高呢 浩婷 的確 在去年的一整年 好多人換新車 而且越換越貴 車商當然是笑開懷了 需求很強勁 我們先來看數據 在去年12月 單單12月 掛牌的數量 就有43,161輛 不曉得觀眾朋友 您是不是其中之一呢 年增率的部分達到3% 單單12月 那麼全年更驚人了 新掛牌的新車數量 476,987輛 年增率11% 也改寫了一個紀錄 改寫18年在國內的掛牌紀錄 六大的車商 笑呵呵 也帶你來盤點 全年銷售的是創新高 包括核泰車 他們旗下有Toyota 以及Lexus 還有包括保時捷 現代汽車 Skoda 以及中華車代理的MG Tesla以及Kia 其實車都賣得很好 所以現在大家去換車 也越換越高級 單價越來越高 我們關注到的是豪車 去年領牌的豪車的數量 695萬輛 比起前一年的400輛 還要來增加的更多 所以豪車的市場 現在越來越多了 路上開車 100輛當中有23輛 就是進口的豪華車 新話 而買氣也是望到不行 明明利率的環境在變化 可是因為有政策支撐 所以6度的轉移動數 是否也創新高了 浩婷 的確有些人說 買房地產是投資 有些人是自住 所以去年的12月 以及全年的一整年 6度房市的買氣都是很旺的 而且專家也說 渴望延續到農曆年前 我們先來看看幾個數據 去年12月的房屋的買賣轉移動數 你賣跟買到底有多少棟呢 2.3萬棟 單月的年增率創下了連六紅 那我們圈兩個數據帶你來看 表現比較好的就是新北市 還有像是台中市了 去年12月 買賣的轉移動數都超過了5000棟 所以年增率都超過了15% 當中表現比較差一點點的 就是在桃園了 年增率小減1% 那麼房地產專家有兩個看法 也給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 說取年量縮幅度收斂到3% 所以交易量能有稱 像這樣的一個買氣 渴望延續在農曆年前 因為假期比較多一點了 大家有時間去看房子 很可能就會喝成交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受到了 辛勤安安貸款政策的鼓舞 自住客剛性需求進場 而且買氣是蠻穩的 量能評估延續到今年的上半年 房地產交易市場主力 依舊是小坪數低總價的房屋 這是今天最新的財經數據報告分析 今天股會雙殺 台股大跌294點 那麼在台幣的部分呢 也是扁1.40角 邀請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下載最新版本的 TBBS新聞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